橘紅色的岩漿從火山裂口湧出 像是遍布整片大地的血管一样四处延伸 被烧灼的草木散发阵阵浓烟 美国夏威夷大岛上的基劳亚火山 两个多星期喷发活动没有停歇 在主峰东边的雷纳尼庄园附近 出现22道裂口 涌出蒸汽 熔岩 部分裂口的岩漿像是喷泉一样 往上最高可冲到100公尺高 科学家指出 这是因为部分火山口封闭后 底下的压力推挤岩漿 从开放的裂口强力喷出 熔岩已经流到距离海洋 约2.4公里左右的地区 担心再过不久 火山熔岩将流入海洋 温度最高可到摄氏1000多度的岩漿 就会让海水瞬间沸腾 激起烟雾 一旦碰到就会受伤 从空拍镜头可以看到 沿江以最高约每小时274公尺的速度 往低处流 毁损44栋建筑 甚至阻挡许多撤离道路的去向 夏威夷郡政府密切注意状况 必要时会清出其他道路 供当地居民通行 国民兵警告 如果更多路被容颜封住 不排除对更多社区执行强制撤离令 打开新闻陈晓菱编译